打钱 你玩什么呢 把手提起来 确切吗 把钱切吧 这够了吗 我见到你的样子了 你干什么对吧 我给你开过去的 假如你和老板身份互换 老板你找我 你今天早上是不是迟到啊 公司不是规定五分钟之内 今天我是老板还是你是老板 昨天是不是加班了 是啊 我在隔壁5G给你定一间房 快去睡觉 没睡个十个小时不能回来见我 听到没有 老板 老板这是新来的同事 你好你好坐吧 第一次来我公司好不用紧张 以后把这当自己加入好 随便一点 那个老婆帮我倒杯茶 还有这个文件 今天下班之前交给我 不然误准下班 那老板我有一件事 叫宝贝 这也是公司 你信不信 我不用碰到你的嘴唇 就可以亲到你 好 如果我输了的话 我就给你100块 我才不信 100块 花一万多买个这个 每天晚上只能报个手机 花一万多买给她 唉算了算了没钱 到账 十万元 心里的话 我想要带你回家 在那深夜酒吧 老管它是真是假 老板又单独嫁我去办公室了 你人的小心思 你这么方案做得太差了 给我重做 加班 就你一个人 那公司不就剩我和你了吗 狡猾的女人 不好意思 我没兴趣 反了你了 给你的老板当当啊 哟 这么着急当老板娘啊 男人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吧 好 行 你被解雇了 靠你自己一个人赚钱吧 哼 欲情故纵 你就是跪下来 我也不会回来的 唉呦 大家都说抖音上的老板 个个都很好看 但是我老板从小就四肢短小 其丑无比 女生就戴着口罩 嗯 因为见到他的人晚上就会做噩梦 你在干嘛 晚上又要做噩梦了 还有你吗 哈哈哈哈 我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每天工作多么烦恼 我提前半个小时到公司 看一下谁敢找到 早到就扣工资 下班时间我就巡视员工 谁要是敢在游戏排位的时候 偷偷工作 我就扣他奖金 下班时间一到 还有个下班竞赛 准备 谁催门到家 就承华堂 带薪放假三天 那张制度只有如此苛刻 才能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 我真是一个恶魔般的好伴呀 哎呦 这样过不过刺激呢 哎呀老板明天国庆 今天我能找点下班做什么回家吗 不准 哎呀我哥都来接我了 每个人都上班 你凭什么你 你好是乐总吗 真比视频好看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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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老板 我的家呢 嗯 你们想问一下我只要你们走 你别笑 哎呃老板 我有件事想找你商量一下 怎么了 呃我想预支工资 是什么啊 可是公司规定啊 做满一年才有资格的哦 哎呃 就要是我说的 国庆要带交言去旅游 所以 拍个硬币 祈祷吧 我要去 硬币睡了的话 就不给你 老板 今天下班我想和毛总去吃饭 哎呦 你跟别人女生去吃饭不给 你干嘛 哎 可是我们是因为要聊公司 但我就知道工作比我重要 是这样的 喂 那我进来公司不是为了工作为了啥 我就知道你眼里美 我真的老板只有工作啊 不会的老板 在我眼里一直是最美的 那 好好好我去了 拜拜老板 要回来